曾與李敖搭檔在2000年參選正副總統候選的前新黨立委冯滬祥 25日晚間因為癌症病逝,享受73歲 他生前曾任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和國大代表等要職 但是2004年也曾經因為性侵菲律賓籍女看護而遭到判刑 新黨主席吳承典在臉書發文緬懷 指出馮滬祥是新黨人 是兩岸交流的先行者 加油 馮滬祥加油 新黨記者會上互相打氣 2000年李敖和前新黨立委馮滬祥搭檔參選中華民國 第十任總統副總統 場面盛大又熱鬧 當時馮滬祥提出支持原住民證明的政見 讓各族群都能認識自己家鄉的文化 馮滬祥過去曾任以故總統獎金國秘書、行政院顧問、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大代表等要職 近日因為發現癌症復發擴散、二十五號病逝 享受七十三歲 他曾在一九八四年 被蓬萊島雜誌 指控自己的論文是以翻譯代替著作 時任蓬萊島雜誌社長的陳水扁遭冯滬祥一狀告上法院入獄服刑八個月 而近年馮滬祥遭到外界關注的爭議 就是二零零四年曾因性侵菲律賓籍女看護 遭判刑三年四個月 並在二零一六年入監服刑 新黨主席吳辰典在臉書發文緬懷 指出馮滬祥是新黨員 是兩岸交流先行者 記者 朱鋒之吳祺昌 綜合報導